HELLO 大家好 我是薰蓋 今天來到拼圖喵中圖之家 來擔任一日貓奴 今天很榮幸呢 受目錄聲邀請來擔任一日貓奴的活動 看看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呢 GO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裡面了 看到我身後已經有好像很多隻帽 他們工作人員已經在打掃了 我來看一下園長現在在幹嘛呢 HELLO 燒賣園長 然後我今天呢就是 目錄聲派來擔任一日貓奴的活動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園長 平常你們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些什麼 我們每天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簡單的啊 就是打掃嘛 然後搖貓砂 然後放飯這樣子 然後收碗洗碗 大概是這樣 就是那個碗的規模就一次就是一兩百個碗 然後貓砂盆就是一次再五六十盆這樣 我想要偷問一下你們這邊有幾隻貓啊 最近比較多貓去新家 所以貓口比較少 大概七十隻左右 七十隻 好 謝謝囉 掰 好啦好啦 不是要當一日貓奴 對但是聽說就是有一兩百個碗是不是 我覺得今天就是要洗碗洗到死 慘貓死慘到死這樣 這就是貓奴的日常 好沒關係 我就是要好好擔任貓奴這個角色 好那我們今天就開始行動嗎 好加油 哇 好多貓喔 對啊 這邊超多貓咪的齁 對 這就像一個貓旅館一樣一間一間的 其實很乾淨耶 都不需要什麼打掃啊 真的嗎 你是說真的嗎 對啊 我來看看恐怖的地方 喔真的嗎 對小艾今天謝謝你來幫忙 我待會有些事情要先去忙 我可能就請另外一個學長 還陪你做接下來的工作 是學長嗎 對啊對啊 像你一樣帥氣幽默嗎 這有點難 那我 我沒有來開玩笑 對啊 比我還帥比我還幽默 喔真的嗎 那趕快請出來快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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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好 那我要怎麼叫他 就叫我中藥就好 好那今天就請多多指教囉 我們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穿上我們的工作服 然後看只是他什麼 好的 那我去換衣服囉 換完了 那我們今天現在要開始做些什麼呢 通常一開始的話 我們會先來記錄貓咪他們的名字記錄 那我們先記錄 對 好走吧 那你這個是要怎麼記錄啊 這個 像這隻的話是小小黑 小小黑是這一個 對 因為他們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爸爸媽媽跟兩隻小黑 好可愛喔 好來記錄一下 我看到他 都吃光耶 好剩一點點 這樣子那我要什麼什麼記錄比較好 就是 這樣的話就直接把它畫在底線這樣就好 畫底線 對 這樣子一條 對 就這樣子 OK好 髒咪咪 髒咪咪 因為他現在之前手術 所以現在戴頭套這樣 喔 那做了什麼手術啊 因為他之前 結髒 肚子那邊有長脂肪 長脂肪 我之前以為是膳氣啦 結果開他就覺得脂肪 喔 算是一種比較皮膚的病 在裡面 其實是脂肪太多而已 喔 就是太胖就對了 太胖了你 哈哈我就是小魔女抖了你 開始 好 好好好 終於脫完了 你看我是不是就是很 很精密的家庭主婦 這些對我來說就是小case 100隻 小case 你好 放喝喝 那我們就準備調飯嗎 我們接下來步驟是調飯嗎 對 要放飯了嗎 對 好我們走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御膳房 這邊算是糧食儲藏區啊 你看到就是平平罐罐 都是熱心的民眾 是這樣說嗎 就是一些熱心的民眾捐贈的一些平平罐罐 我們真的還有愛心喔 謝謝你們 代替我的主子 謝謝你們 嘿嘿剛剛看到我們那個儲存食品的地方 現在我們真正的來到我們的主持們的御膳房 我們有請我們的主廚小玉 你好我是小玉 我們主持們的食物要怎麼調配呢 欸我看到你們這邊其實都有菜單耶很精緻 就是這種菜單 熊熊是什麼圓圓是什麼白心是什麼 一匙三匙兩匙半匙都很仔細耶 哇做到很用心 你看上面也有 那這些營養食品的話就是針對不同的貓 不同的小朋友他們的那個要配配方不一樣是不是 對 喔 欸好可愛你看你看 這邊有很像那個海產店的夾子有沒有 喔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主台台主 這是美花 這是花美 我這是閱讀上來 那我們現在要做誰的 我們現在做熊熊跟 對我們做熊熊白心跟Happy 好那我們現在來我們的料理食材有 好 我們目前先加大肉條然後還有罐頭 好 對然後還有很謝謝 幸福生有提供我們 對排毛粉跟夫力好 對 因為像熊熊 像有一些貓可能有皮膚的狀況 嗯 那就還蠻適合加夫力好 對超適合的 需要大火快炒嗎 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要端出去了 上菜囉 學長我們今天就是飯條好了 那我們要怎麼餵 我們現在開始要先放大貓房 外面貓咪吃的飯 喔 那因為有些貓咪會一起吃飯 他會吵架 所以吃兩盤會放在一起 有些貓咪不能出來是因為他會吵架 或者是 我們只需要控制這樣 你都可以吃飯了 來我來吧 五匙嘛 對 對 好 他這隻貓是小湯圓 小湯圓吃飯囉 我就放到這裡就好了嗎 幫我放到那邊 放到那邊 好的 幫我放在那個 第二個跳台那邊 第二個跳台 這裡 這邊 他就會進去的位置 哇 他們他還多久會吃完啊 中午休息完之後兩三年就會來看 然後如果有吃完我們就會接收起來這樣 喔 那我們也一天午休了是不是 對我們準備要午休了 對我們準備要午休了 耶我們午休了喔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收完囉 好 打開 打開 可能要慢慢注意他有時候會跳出來 喔好 借過一下我要收完了 然後把它收完 就這樣就好啊 對 然後就關起來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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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因為他膽子很小 我們就叫小一點 小一點你好 小一點你好 好啦我們收完了 我們先去洗碗囉 好 我們洗完完之後 然後我們要開始把它們便盤拿出來開 喔 然後開始打到房間裡面這樣 好的 好 然後打開的時候 因為有些貓咪比較不會跳出來 嗯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 好 好 我們通常都是 假設這是第一間 然後我們就放這邊 放這邊 然後再二上 要關起來 哦 一上二上 你好 欸他剛剛就是很兇的露出牙齒 所以要記得他的那個位置 他這隻可以出來沒關係 他可以出來 OK 因為每隻貓咪 我們主要為生病 對我們那個位置來記的記性 喔 所以貓砂盆也會關係到他們生病 會傳染的問題 因為我們會看他的大便的狀況 喔 我在學長請你教我怎麼清貓砂 因為我們這邊使用的是陸續的風 光線砂 所以它都是兩層 然後這邊上架的話 這邊有一個扣 這樣直接拿過來去 好 然後這種時候 可以直接拿起來這樣直接夾 拿起來 喔看到了 看到了 好 好啦 那我們現在獲得了很多的貓屎跟貓鳥 好 接下來我們現在去倒進我們的機器裡面 然後變肥料這樣子 喔 會變肥料 可以環保 再吃利用 對 OK 走吧 哇 這是什麼 喔 這台就是我們讓 把這些貓 貓大便跟貓尿 把它變成一個土的樣子 喔 變成肥料這樣子 對 裡面是已經做好的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這些土啊 就是要放進去之後 要放三小的之後 繼續攪拌 才會變成這樣子 哇 那這些肥料最後是會變成這個土這樣子 對 那之後要放到哪裡去怎麼使用嗎 因為之後就會有些民眾 或者一些農民 他會來跟我們藥土 然後來去 給這樣子 喔 因為我有看到你們這樣子 就是 旁邊一攤一攤 是要曝曬多久呢 大概就是要放一個月這樣 才熟成 要放一個月才熟成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天然的肥料 天然的最好這樣子 我覺得民眾可以歡迎來索取這樣子 欸 專門員長你回來了 對啊 早上都還好嗎 嗯 都還好 就是學長都有很細心的教我 那我們待會的話 我們就到二樓愛知貓區 去做一些照護跟醫療的這個工作 好的 好的 這一區啊 就是我們那個愛知貓房 然後裡面的貓咪通常都是有免疫方面的一些身體狀況 欸 那員長那個愛知貓 這個愛知這兩字 我相信很多觀眾一定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愛知這名字 到底是為什麼叫做愛知貓呢 這個是一個民間的俗稱 那主要就是說他們這個免疫系統有一些狀況 但其實他們是不會傳染給 除了貓科動物之外的所有 簡單來講就是他不會傳染給人 就是他只是自體的免疫系統失常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一般民間不需要擔心喔 是的 我們待會進去的話 就是開始我們一天的這個 招呼的工作這樣子 有些小朋友需要胃藥啊擦藥啊這種 好的好的 好那我們就進去裡面幫他們吧 大家長你好 凱克大家長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去去照護他們呢 他們有 尤其小朋友最近的皮膚可能有一些沒趣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去擦藥 帶去醫生給醫生看過之後 就請醫生開藥給我們帶回來給他們用 拿一塊乾淨的紗布 好 然後沾一些院子的藥水 哦 有看到這邊有一點掉毛的狀況 對 然後因為他的傷口是沒去會癢 所以他抓傷的 嗯 那沒去會有一些皮屑就是要稍微的它脫掉 哦 乖啊沒事沒事 沒事快摸摸 沾一些藥水 這邊嗎 這邊也是對不對 對這邊也是 好 可以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 幫他按摩 先 哦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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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其实台湾真的还是有蛮多爱猫人士的 那我现在有时间陪他们玩一玩吗 当然有啊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好亲人哦 对啊 这就玩一段时间 去玩一玩 OK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就到一个段落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得救了 我有准备一份礼物要给你 真的吗 哎哟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跟猫咪一起 猫便当茶 对我们跟猫咪一起种的茶 猫便当茶 好可爱哦 猫便当 所以里面有包一只猫是不是 没有没有包猫 猫便当茶就是我们把猫便 把它变成茶 哦就是我刚刚做的 你刚刚扫的 今天早上扫的这些猫砂 就是透过我们研发的机器 把它做成安全无毒的肥料 然后我们跟茶农一起种这个茶 所以那个茶就是非常健康无毒无污染的 很肥沃的茶 哇好好我等一下回去一定要喝 等一下我们末路生呢也非常非常的热情 要赞助你们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商品 你等我一下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来先讲解这个东西 好哦谢谢 这是我们的小小心翼 这是我们的小小捐款 现在呢我们要介绍一下重头戏 这个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适合你们 就是我们末路生的排毛粉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猫就是 就是有时候消化不良 或者是排不出来会呕吐干 那个就很不舒服 但是它这个呢就是很让你顺畅的排出来 对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 就是肤力好 肤力好呢顾名思义 就是吃得对皮肤好的 那就是要用这个呢 就是改善它的那个免疫力 让它的皮肤呢变得比较好 然后毛色可以长得更健康 会发亮这样子 那我想要问一下园长 我今天的那个一日猫奴 你帮我打几分 大概大概五分吧 喂喂喂 好一个综艺帅啊 五分我做这么多事情 没有啦五分满分三分 突破满分 我说园长你坏坏 太棒了 那我们今天的一日猫奴成功 成功 今天的一日猫奴 算是满圆满的结束了 看到了这么多只猫 就是有这么 这么不错的地方 这么不错的环境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还是有 其实陆续一直还是有看到一些就是虐待动物啊 或者是一些流浪猫 没有没有家 无家可归 就是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很很难过 但是有这一些就是这么好的环境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领养代替购买好吗 我们今天一日猫奴成功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